李毛也曾为爱自杀。为他吞了一整瓶安眠药。 李毛年轻时候,也曾为爱做过傻事。图翻社李毛脸书,2010803.18。 李毛看似风流倜傥,对于感情既多情又无情,但其实他也曾在情场上不得已,甚至为爱自杀过。 根据李毛80岁出版的李敖风流自传,书中有一段他的风流故事颇其酸。 李毛艺术学生时代,总是被同学抬起嘲笑,18岁那年才交上第一任女友罗军若,原以为是苦尽甘来,还写了长达82页的请书,气酪却遭女方家人棒大鸳鸯。 李毛是在学校图书馆结识罗军若,而且在读高中时就爱上他了。 他比李敖低一般,作业极好,李敖高三十休学,写了很多情书给他,每逢都称呼他罗,都等他在放学经过的路上当面交给他,可从来不和他说一句话。 后来两人终于在台大历史系四年中,成为男女朋友。 当两人向女方家公开恋爱关系后,没想到却碰到了意料外的阻力,原因是李敖的家境太贫穷,为此李敖又写信又到女方家恳求过,但都无济于事,反而适得其反,让对方的父母更迫切意识到,只有迅速地拆散他们。 才能无后顾之忧。 这次的被迫分手,也让李敖遇上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,那时他还年轻,借筹方法离不开文字,写日记。 他原意是想激励自己,结果越写越危机越崩溃,一天晚上吃了一整瓶安眠药自杀,被同房的翁松然发现,强拉他往台大医院洗肠,这才救了李敖遗命。 但这段初恋,也折磨了李敖差不多四年。 2015年李敖遇受访时曾谈到这次自杀,他表示18岁当时没有机会认识什么女生,所以很珍惜,最后分手令他伤心欲绝。 至于吞安眠药自杀,他则也与自己刻意潇洒表示,那是演习了。朋友们都在旁边看。